他的世界杯包括几张公开赛拿到了以后 包括最后的现在的最高点 这边凡正东是率先得分了 1比0然后这边1比1 双方好像都 在后面会在会在后面几局的比赛当收套一些心态的 一个是97年的凡正东 一个是96年的张玉东 就是同年年段 跟他打更小突破的地方 还是在于他的前三板 凡正东可能让小胖不适应 比赛中很有激情的运动人 比赛中很有激情的运动人 一局 一些 球上没有处理好 心态会越来越放开 过来 过来 这个当然还是自己心态上也很重要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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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东东 好 好球 看一下这一球的回放 延续两个运气球 比较严谨的大打赛 不给队伍播 第一局用完优势已经明确了以后 可以在原有的棋场上 发球对反正中来说非常关键 能不能把比分再咬回来 混双比赛我们是这个五局三胜 对 然后在我们所有 后一局呢一般也还好 还是都有机会 是 了解之后明显第二局 大家都打得更加的 把这个结构5比5 7比7 再是9比9 看一下谁会拿到 谁会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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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的他还能有什么余地去做调整呢 乒乓球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吧 肯定不会轻易的去暴露自己的缺点 淘汰赛的第一轮 然后现在呢应该是1比0的 之后我就会非常非常被动了 在3比0的情况下想要去翻 肯定会更难受更下风 平凡球往往就是这样 这一分 那我们再 好的 但是呢我们确实看到过去三局他们的比分分差不大 我们之前在进财部大神当中有财 凡震灯和张玉东 第四局非常的关键 如果 上来1比0 三天回来 诶 小黄是从开局就直接拿到了五分 也好还是在技术方面也好 诶 楚庆觉得他应该怎么样 凡震灯现在属于进入到一个怎么打怎么有的境界 对 他球还是给三分东一页的空间吧 我感觉 还是得按照你说的打呀 不想让我找他签名可能 那么他就直接晋级了 所以确实留给张玉东的球风非常的励志 我感觉就是每一局他其实处在一个被动落后的 这赛中不管落后多少分都是想着去赢每一分吧 手拿五个赛点 松了松了 发一擦边 可能还要根据今天剩余的十二禁六的一个比赛来看 谢谢大家